前几年云林有个爆红的拍照打卡点 稻草卷新苏 曾经上万人次造访 这些壮观的稻草卷背后 其实藏有一位农民对土地的用心 稻草卷的主人周昭阳是位蘑菇农 他回收稻草和西螺果菜市场的蔬果残渣 发酵做成堆肥土 取代传统的红土来栽培蘑菇 算下来每年居然可以处理高达2000公顿的稻草 3000公顿的蔬果残渣 创造农业的循环经济 如果不是为了种菇 大概没人想要做这么麻烦的事 只要到了做堆肥的那天 周昭阳一早就从西螺果菜市场 再回好多没人想要的菜渣 这些都是菜汁的 这些人不处理的时候就是欧白丹 就是欧白丹 甚至有的就是柠檬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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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把西螺果参照搅拌 混合搅拌后再处理后 自己来种蘑菇 现在要把芒子拿掉 选了一条没人想走的路 种菇前周昭阳有好多的工作要做 与一般常见的菇场不同 它的菇场里有好多像怪手堆高机这种大型机具 举般打碎搅拌混合 光用人工处理不来 都需要靠这些机具帮忙 有油了 现在有锅了 都滴滴了 今天就看到高丽菜和稻草都融合在一起了 就炒到我们的菜汁在混合搅拌后 它的体质就变得比较少了 我们再处理过后它的体质就变得减 因为卫生物在分析的时候 它就自己的消耗 然后我们做菇出来后 就是一直存款输用 到后来我们做菇出来 才会放火堆肥 我同样处理过 同样处理过 同样处理过后 再拿回来用 另外一般来说 种蘑菇 就是洋菇嘛 在台湾来说是都六千 普遍都总是用洋葱 但是问题是洋葱是 不一定成材有 而且是将近山顶才有嘛 变成你这样的时候 用完就倒掉 用完就倒掉 会参成非器物 没问题 有可能的互不互 它把蔬果残渣 发酵制作成堆肥 再把种完菇的残土 做成再生腹土 取代以往栽培蘑菇时 所使用的风土 我们就是刚才国菜残渣 混合之后 我们先去做前发酵 前发酵的时间大概 四至五天就可以了 因为它只要温度 有十九个元分的时候 大概四至五天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我们要做蘑菇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经过一堂处理 要经过好发酵 还做八四美金 经过估算 它一年至少可以解决 三千公顿以上的蔬果废弃物 和两千公顿的稻草 本来从事运输业的它 当初会开始这么做 都是为了儿子的一句话 我看到是他们在烧锅炒 是他们放火在烧 他们放火在烧的时候 你会影响到四川 会影响到我们开车 用路线的四川 刚才一天我带一个 小老师要去接他下课 要去接他下课 他真的告诉我老师 老师说现在要做环保照地球 我们想想的又好像有点 所以还看到那个状态的时候 我总想说是不是这些草 我们来找机械来收起来之后 来找出炉之后 这些农民就不会放火烧了嘛 第一就减着我们那个环境的污染嘛 第二可以把这些状态 创造一些有价值的出炉出来嘛 但要取得稻草 可是个大功臣 每年二期到座收割后 就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通常一季的时候 放水很多 所以不好收 在二季的时候 没有放水 所以要尽量我们要挨的素量 要尽量在二季收起来 其实在前面 应该有可能是两个月而已 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月的时候 就把所有我们需要的草 都要叽动起来 就像游牧民族 竹水草而居 他们也触碰大型机具 如稻草而作 因为要生一台那种叽草 几草之后 尾草之后 两栗还是三栗 或是一栗做一栗 它的作用就是说 你草把它翻过后 它会变得搭 另外一个作用就是 为止要打包机 方便作专业 给它 打包机的作专业速度更快 周遭阳开着这台 从欧洲进口的庞然大物 在田间不断绕行 像是吸尘机一样 把散落在田里 各角落的稻草 全都收进打包机里 最后集结成 一颗颗巨型的稻草卷 形状像极了卷心酥 还要再来 总共要四五种机来出门 要收起草 要四五种机来出门 所以很无用 但要把收来的稻草卖给谁 刚开始他想到的是 牧场或孤农应该会需要吧 但是事情就不是像 我们这个傲人所想的 当我们中草烧起来的时候 烧到一堆红烧的时候 我们要处理 退销的时候 结果人不太熟 不太熟的时候 你草已经太多的时候 都要处理了 没办法你一定要出出路 找来 找去 想来 想去 就是为了就是 好像自己去做蘑菇 这才有得稀化这些东西 而且不是稀化这些东西而已 我们这个行业就继续 为了解决滞销的稻草 他踏上了创业的不归路 但光前置就不顺利 几次堆肥发酵都没成功 最后只能倒掉 但他已经投入上千万元 资金压力很大 我来说可能他当局是稳定 像我这样 欧北七岩 这都是拿钱给他算 生日过来就拿 生日过来 真的就 比较的名字 就是这样 像我倒在这个行业的时候 那真的生不如死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资产 都倒倒下去 都已经落下去了 你以前买的土地 以前去的工程 以前去的大桌 整个都没了 整个都把它落下去了 那 如果是没起来 我就是 塞好那样 就 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花了一两年时间 边做边向专家请教 几番修正才终于步上轨道 现在要落下 我们平均把它落下 这个改装要注意就是 但是它落下比较平均的就好了 你真正看 我们的就是南菜 这个是菜肝 你看看这都是菜肝 当我们的 睡觉完后 睡觉到一定的程度后 我们就要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盖头 盖头后才会出锅 因为毛骨的性质就是军顶 一定要有一圆土 不然它就是不出锅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这个土 不用土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就是利用 我们自己的农业灰气物 让我们扔一些菜肝 人家没有那些菜肝 的农业灰气物 就处理起来变不用土 农业废弃物成了再生富土 不必丢掉也不用焚烧 拿来种菇不但土地可以喘一口气 还因为保水和透气 加快了蘑菇的生长速度 提高产量与周转率 我们要判断说 菇可以采取不可以采取 就是可以看到它的孤山 像这个已经变变变了 就是差不多了 再来就是这个镜头 这已经开始准备要开了 它要打开了 所以就要把它采取 再来就是这个核 它本来也是比较大 不过现在已经变变了 可以为这几种方面去判断 菇房里一年四季 都可以生长的蘑菇 色泽白净形状饱满圆润 采收时虽然已经小心翼翼 却还是不免会沾上泥土 影响脉下 不过本来起初做的时候 我们没有通路农业来找我们的时候 他是参与票归这个就出来了 当我们看到票归这个时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不会怕 因为盘兄就跟我们说 不用说那些公那些幕后 消费家要爱的是水 跟叛兴的 你就水又叛就好了 那独没问题 他真的这么跟我讲 所以我听掉很不好的 我听到很不好的 那时就想说 如果是这样的 我真的不算出力 我临高不要做 你就在那票费的时候 我七鹸 但拒绝厂商要求 却让他自己 限度卖不出去的窘境 几乎丁临破产 为了涂涂混净 他努力取得产销履历 并茅碎自荐 才成功打入临座潮室 我刚才厚味的消费者 他比较厚的就是我 他比较厚 他说喝这些什么东西 喝的东西都没有味 我以前买的都有味很重 而且味道很重 你们这些都没有味 是不是没正常 我只是可以说 我的东西保证没有佩佩 我也不可以说 你以前买的有佩佩 还是没有佩佩 就是可以保证 我的一定没有佩佩 自家种的蘑菇 自然成了周家餐桌上 最常出现的料理 因为它上面有一点点土 我们要把它洗干净 稍微洗一下就好 就是说如果没有用洗的话 可以用纸巾 把表面的土擦干净 这样子也可以 像这个比较大的话 就把它切三片 简单的姜蒜爆香 蘑菇加点松柏肉 和甜豆一起爆炒 三两下就能成为 一道下饭的家常菜 炒过的蘑菇鲜嫩清甜 爽口好吃 或是用蘑菇煮一锅热热的鸡汤 也很适合 加入红枣 然后再来加入洋菇 最后再加点枸杞点缀 就是一碗让人喝了 暖呼呼的蘑菇鸡汤 炖煮入味的蘑菇 让汤头更加鲜美 即使不加调味料 一样很美味 十年过去 周昭阳还是每天 为种出好蘑菇 努力奔波 更燃起使命感 我们做的就是要做安全的 让人吃 那个我们自己不敢吃的 没有处理让人吃 真的 坚持很难 尤其在看不到路的时候 但幸好周昭阳的坚强意志 让他一步步走到现在 终究获得最甜美的回报 看到这里小碧一定很喜欢 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春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咯